内行故事低调说 今天介绍一部女孩被巨型蜜蜂叼走 人类毫无还手之力的电影《龙黄蜂》 话说在一望无际的《热带雨林》里 胡子书正和一名当地向导探索热带雨林 突然间他们发现了一个废弃的生物研究基地 胡子书十分好奇 进去后就拿着相机到处拍照 结果只听外面熬的一声 导游就被一只一米多长的黄蜂袭击 当场脸了河饭 胡子书听到导游的惨叫 就跑出来查看情况 结果还没闹明白怎么回事 就被一只更大的黄蜂给抓走了 胡子书的神秘失踪 胡子书的女儿昆虫学家宝儿姐 就带着闺蜜长发妹来到热带雨林找爹 由于找到了胡子书之前留下的背包 他们知道了胡子书的行动路线 于是一路跟着路线前进 走着走着就走入了军事封锁地区 全副武装的大兵直接拦在路上 根本不让他们通过 宝儿姐他们瞬间不服气了 上去争骗了几句 结果养人就出现在了军队的牢房中 好的军队领导好心哥十分善良 没有不分青红皂白就解决两人 而是询问两人来意 宝儿姐只好实话实说 说自己是来找爹的 并且拿出胡子书留下的地图和笔记本作为证据 结果好心哥就十分好心地放了两人 而且还十分贴心地亲自带部队 用卡车送两人过去 结果卡车走到半路上 突然听见了诡异的声音 士兵们顿时警惕起来 果然不久后 他们就遭到了当地土著的伏击 土著老大包头哥表示 你们已经被我包围了 赶紧放下武器 交枪投降 不然死啦死啦的 那这边的美国大兵也不是吃素的 随即开始反击 一番激烈的枪战过后 土著因为装备不行 暂时撤退了 就在大家觉得已经安全可以出发时 从远处飞来无数一米多长的大黄蜂 对着卡车旁的大兵就展开了袭击 虽然大兵们拿着机枪对着天空凿射 但是还是没能阻止大黄蜂袭击人 几分钟就有好几个士兵阵亡 不过这轮袭击持续时间并不久 在大黄蜂群走后 众人赶紧开车离开 由于不知道这群大黄蜂是什么生物 好心哥带着幸存下来的人 找到了当地土著 好心哥解释自己没有想要伤害当地土著 他现在是来找包头哥结盟的 然后一起对付神出鬼梦的大黄蜂 包头哥表示 自己部落近期已经有四个小弟被大黄蜂杀掉了 现在跟好心哥结盟一起对付大黄蜂 完全没有问题 结盟后 包头哥还好心地利用部落的土办法 给受伤的士兵治疗 然后包头哥解释说 最近几个月 从林里出现了一群巨大的黄蜂 到处袭击人 他们深受其害 而这群黄蜂的巢穴就在山顶的大洞之中 刚天晚上 他们制定了消灭大黄蜂的计划 那就是搞足够的炸药 白色在大黄蜂的巢穴里 然后引爆他们 送大黄蜂上天 结果第二天的时候 包头哥突然变卦 说他们在之前的火兵中 干掉了我们四个人 现在也要干掉你们四个人 才能继续合作 好心哥没有办法 只好适宜士兵们开枪突围 强战再次爆发 这次由于地形劣势 好心哥部队伤亡惨重 只有他和士兵老黑 带着包儿子逃了出来 长发妹由于跑得太慢 做了包头哥的俘虏 却在两方人马对峙的时候 大黄蜂又一次从天而降 部落的枪手们 再也顾不上攻击好心哥他们 开始朝天开枪 没想到的是 这群大黄蜂十分厉害 居然会隔空喷火 一同喷射火焰下来 又有树名部落战士被烧死 而长发妹则被一头大黄蜂抓走 直接消失在众人的视野中 好快大黄蜂的袭击结束了 剩下的大黄蜂也纷纷回潮 好心哥当然不会眼睁睁地 看着长发妹被抓 他们决定执行 早就制定好的计划 乍条山洞 而村子里损失惨重的包头哥 也决定报复大黄蜂 直接集结人马 往大黄蜂的潮雪赶去 另一边 他们找到了胡子书 被袭击的那个废弃的生物研究基地 也发现了胡子书留下的眼睛 这下保二级决心 胡子书也是被大黄蜂袭击了 保二级找来掩盖七位的植物 给众人涂抹 然后三人就这样悄悄地 潜入了大黄蜂的牢巢 静日后 他们发现大黄蜂果然不能发现自己了 好快在巢雪里 他发现了长发妹 此时的长发妹 已经变成大黄蜂繁衍后代的温床 便看着幼年大黄蜂 就要从长发妹嘴里爬出来 保二级只能忍痛开枪 结果了长发妹 而在山洞的另一处 他们发现了昏迷的胡子书 此时的胡子书虽然浑身都是粘液 但是还没有到寄生晚期 保二级认为他还是能够抢救一下 不过摆放炸药这么危险的事情 好心哥肯定不能让保二级跟着 他命令老嗨带着保二级和胡子书牵扯队 自己则留下炸了这个蜂巢 在保二级走后 包头哥也带着部队来到蜂巢 包头哥准备先干掉好心哥 再去对付大黄蜂 而好心哥一看跑不出去了 干脆按下炸弹遥控器 瞬间炸弹爆炸 好心哥 包头哥以及大黄蜂们 全部都领了合板 只有保二级和老黑 带着胡子书跑了出来 自死全局中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在热带雨林里 啥危险生物都能碰到 但是不怕黄蜂长得大 就怕黄蜂会关火呀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说到这里 喜欢我就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